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682集 萧妍在门口站着 只听到一声 新娘落轿 三位喜娘异常默契地同时喊道 随即轿中的新娘子听到喜娘叫唤声后 轻一连步出了大红花轿 但此时三位新娘身形微微一顿 他们能感觉到此时他们的夫君正在前方注视着自己 都不禁翘脸微微一红 此时在三位新娘面前都放着一个火盆 意味着红红火火的意思 萧妍本不在意这些礼节 奈何拗不过府中婆子 大喜之日图个喜庆吗 只是看着自己的三位美娇娘为难的样子 萧妍心中倒觉得有些有趣 三位新娘虽然看不见彼此的神情 但还是抬起头向对方示意了一下 仿佛他们心里知道对方肯定看得到 随即三道倩影同时跨过火盆 又迎来了宾客们的一片响声和欢呼 在萧妍的身后 采林萧綦都盛装出席 只是少了勋儿感觉有些可惜 人族妖族血魔一族 三族照告天下 从此以后与萧妇结为亲家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同一家绝不背弃 三道倩影缓缓走到萧妍的面前 萧妍目不转睛地 看着眼前的三道倩影 微微一笑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萧妍之妻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只死别不生理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萧妍的生命 我会爱你们直至不死不休 你们愿意嫁我为妻吗 珍妮木耳清林 萧妍温柔地呼唤三个人的名字 三道倩影纷纷都缓缓抬起亲手 眼眶红润闪烁 泪水打着转 轻咬背齿 声音激动地有些颤抖 我愿意 按照民间习俗 本来还应该拜天地的 但是萧妍生父也不在这个大陆 而母亲 索性她就省了这个礼节了 三位新娘自然也是乐意的 别看她们今天打扮的流光一彩 艳丽无比 可是身上那些珠宝玩意儿可不轻巧 待了一整天还是有些磨人 而且自己未来的公公婆婆都不在 萧妍就是她们的天 她们最爱的男人 这天地也没什么好拜的 这在寻常百姓眼里看来是不合理节的 可萧妍又岂是寻常人 随着三道轻生到来 却是誓言 本不同根却深入命中 从此之后 彼此之间宛若大树树根 一同生长 不可分离 整个聚西城的上空 下起了一场花瓣雨 五颜六色皆有 就如同萧妍的生命中 有了她们 从此色彩斑斓 从勋儿到采林萧綦 如果多了珍妮青木儿青林 她们便如同萧妍的生命 她会用一生的时间去爱护她们 此生不变 往来生依旧 萧妍心中暗中发誓 整个婚礼的气氛 渲染到了极致 据西城 数不清的人们 都在注视着这场神圣浩大的婚礼 萧妍的名声在丹殿这一站 也彻底名扬 甚至已经超越了三名九星老祖的名头 被世人称为最强斗地 三名九星老祖自然也是来到了现场 皆副手而立 看着萧妍 她们眼中没有了傲然 有的只是敬佩和期待 敬佩这小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成就 也期待未来的萧妍 会带来怎样的辉煌时刻 她还那么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这一场与丹殿之战 三名九星老祖都败了 最后被这一个小辈救下 谁也没有料到 但事实如此 她们也清楚 如今的萧妍虽然刚刚突破到九星 实力却在她们之上了 宾客多 这贺礼自然也多 堆积如山 萧妍几乎是忙得不可开交 不过好在珍妮早已经安排妥当 具体流程非常清晰 包括遇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都备注得一清二楚 婚礼井然有序 没有出任何的意外 这点萧妍很欣慰 毕竟在斗地大陆 还有一个大魔头未除 心里实在难安 等婚礼结束后 再做打算 萧府本就不大 许多宾客无处招待 萧妍则在空中大摆宴席 毕竟来者大多都是修炼者 凌空而坐 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而萧府内 则坐满了萧妍最亲密 以及三族核心的人物 前排分别坐着 人皇真宗服 妖皇战幻 魔皇清浩然 以及药老 还有便是三名九星老族 宣誓 亲吻 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 浩大的婚礼 就这样慢慢进行着 婚礼持续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聚西城的沸腾依旧不减 而各族都准备了充足的食物 毕竟萧府底蕴不怎么深厚 反正都是自家的 自己自足多好 萧妍这样无赖地想着 她也带着三名妻子来回敬酒 直至数月之后 聚西城内这场婚礼风波 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萧妍的婚礼局势瞩目 独一无二 在聚西城又创下一桩丰功伟绩 萧妍这段时间过得毫不惬意 几乎都在醉生梦死之中 这也算是忠诚眷属 是萧妍也是所有人 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萧妍要变强 她绝不允许让任何的人或者事 来破坏她的幸福 这是她的软肋 也必须由她来守护 而接下来的十日中 萧妍的身影 几乎没有在众人视线内出现过 要么在珍妮的屋中 要么在清林的屋中 要么在清木儿的屋中 孝战等人也是一头黑线 不禁吞了口唾沫 哎呦 这萧少这身体 可支撑得下去 都连续撒院了 这也太恐怖了吧 孝战的身体 都忍不住打了个寒着 刚一说完 头上就挨了一个暴力 风暴 没好气地看了她一眼 哼 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不好好修炼 就在这里打探萧少的私事 小心我告诉萧少 别别别 我只不过是关心一下萧少的身体嘛 好了好了 走走走去修炼 微风拂灭 萧府之中一片宜然之境 善后之事也在缓缓地进行着 一切显得毫无波澜 只有宁静 血神界 大地 天空 皆是一片烟红之境 宛若被血洗过一般 云层洗肠 如血液流淌 连阳光都是红色的 建筑间洗而长 漆黑的建筑 密集地助力在大地 红色的阳光照耀下 宛若一只庞大的怪物 猙獰的怪兆 血魔灵石 这方向是来自于斗地大陆 一个红色的身影 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水晶 上面标记着很多的光点 看样子是虚无海的一个地图 斗地大陆 那个曾经战败的大陆 另外一个身影 轻蔑地笑了笑 可能是当时遗落的 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血魔灵石 可不是谁都能吸收的 另一个身影的语气 充满嘲讽 他似乎并不认为 有人能够吸收血魔灵石 若是真能吸收 倒是可以将此人当作 我们在斗地大陆的眼线 最近我感觉呀 斗地大陆有些波动 红色身影 轻蔑地大陆 那种低劣的借口 如今已经毫无威胁可言了 倒是这个魂技 发展速度惊人呢 我们倒是要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红色身影 似乎丝毫不把斗地大陆 放在眼里 目光则是放在了 另一个光点上 身色凝重 嗯 斗地大陆已经没落 的确没有什么威胁可言 不过注意点还是好的 此事要不要向血神禀报一下 红色身影倒是显得谨慎一些 这等小事 无可厚非 没有必要 斗地大陆这样的借口 已经是 格须气袍毫无战力了 连一个斗仙都没有的借口 还有什么可注意的 你也大可不必过于的关注 我倒是认为这魂技 我们应该打压打压才是了 另一个红色身影 缓缓地说 说起斗地大陆时 脸上充满了不屑 而看向地图 另外一个闪烁光点时 脸上更加的凝重 嗯 好吧 最近血狼那小子 似乎又不见了 切 管他干嘛 他死了都不关我的事 走了 虚无海之中 一艘血红色的方舟 正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前行着 方舟上 有两道身影盘坐在最前方 血狼哥 我们这一趟去哪玩啊 一旁是一个看起来还很稚嫩的少年 皮肤为红色 嘴里还有两颗要长出些许的虎牙 带你去杀人 只有不断地吸收血液 实力才可快速提升 这个低等的借空无人能挡我们 将他们全部杀掉 应该能晋升到二星斗仙 你的话 应该能提升到九星的实力 他们也算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垫脚石吧 血狼缓缓开口 眼神冰冷 里面没有丝毫的情感波动 嘿嘿 真的吗血狼哥 少年兴奋地在方舟上蹦蹦跳跳 对于杀戮二字 仿佛对他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嗯 这一次你好好修炼 机会难得 这样的借空可不多 再说 还有不久便是血神界的百战群英会 如果你这次能突破到九星的话 说不定还能在百战群英会中 一战成名呢 少年一听更是激动不已 对着血狼认真地点点头 嗯 血狼哥 这次我一定好好修炼 不会手下留情地 把这些低劣的种族全部杀掉 少年天真的笑笑 可说出的话却使人发寒 血狼听后似乎甚是欣慰 摸了摸少年的头 目光看向了远方 血神界距离斗地大陆 还有五百年的时间 还真是漫长啊 血狼喃喃说完便闭上了眼眸 静静地等候 所谓虚无海并非是海 而是凌驾于虚无之上 所谓虚无是一片没有密度 没有维度的空间 而界空则是在虚无之内 但虚无远远大于界空 广袤的程度可谓无边无际 穿梭在虚无海中 必须要有方舟护航 否则在虚无之中没有能量补充 要不了多久便会枯竭 最终被虚无风暴吞噬 虚无中并非完全是黑暗组成 反之是各种扭曲的维度 所发出的绚烂光芒 而方舟能够在虚无上方游走 在方舟看去 下方宛若一片灿烂星空组成的海洋 如果没有方舟 例如血神界到斗地大陆的距离 即便是斗仙的实力 全速飞行 也需要数千年才能抵达 斗地大陆殊不知 一个危险正在向他们一步步的逼近 而知晓的便只有萧无天和萧岩 五百年的时间对于斗地来说 转眼即逝 留给萧岩的时间也不多了 除非他能够在这段时间内 突破到斗仙 方可与之匹敌 斗地大陆 影子蒙总部 鬼洞的深处 视魂王的惨叫已经停息 顺着视线向洞中最深处看去 血魔灵精中一道身影蜷缩其中 身体已经变作了通红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正在不断攀升 看样子 要不了多久便能到了九星 漆黑的洞中 身影都蜷缩在黑暗深处 充满了恐惧 声音比铁片摩擦更加的难听 怨念之众让人胆寒 大阴金乌炎也被视魂王困在了鬼洞之中 看着血魔灵石中的视魂王 大阴金乌炎眼中都充满了忌惮 视魂王为了实力不惜一切代价 即便是付出灵魂也在所不惜 这种疯狂和痴狂让人不得不畏惧 不知晓视魂王还要多久出关 他的身体正在血魔灵石中一步步重塑 一旦成功 实力比起之前恐怕更强 最关键的是 视魂王将不再依赖 王魂所带来的力量 更不会依赖锁魂炎 消炎的金乌阵魔对视魂王也将失效 这一战 视魂王不再会是处于被动 斗地大陆内 视魂王这个危险的炸弹 也可能随时爆发 现在可谓是内忧外患 四面楚歌 婚礼之后 消炎也全身心地投入进了修炼之中 虚无梦幻中疯狂地提升斗技 消炎手中此刻握有更多的圣洁斗技 这样一来 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自然是最可靠的提升 圣洁斗技 现有千尺无影 圣天连剑 黄泉天怒 灵魂斗技 苍穹寒和灵魂末盘 也都提升到了圣洁 若是当时能够有这般底牌 他就能将视魂王一举斩杀了 消炎现在才敢说 斗地大陆上 已经无人能够匹敌于他 三明九星老祖 也不可能如消炎这般 拥有这样多的圣洁斗技 圣洁之后便是御洁 这般实力的斗技 也许远古斗地大陆方才拥有 经过虚无梦幻的千尺无影 应该能够达到 准御洁的水准了 消炎眼中泛起精芒 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 超越了圣洁 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御洁的水准 即便是斗地大陆 固若金汤的空间 恐怕施展起来 空间都将撕裂 空间私 中激